大家好,我是茉莉芬芳 印度神童阿南德在2021年7月18日又出了一个新的影片 在这个影片当中,他居然点名到了台湾及中国大陆 并且提及第三段新冠疫情的时间点等 我曾经在两周前留言向阿南德建议一件事情 很开心,在他最新的影片中,我看到了他接受了我的建议 有些人问我,为什么对阿南德的预言情有独钟呢? 我知道有些人是不相信天象或命理的 而有些人虽然还相信天象命理 但是却语带轻蔑地对这位什么印度阿三小屁孩所言嗤之以鼻 但是我却非常欣赏这位素妹平生远在千里之万的阿南德 为什么呢? 纵观两岸三地或全世界的预言家、命理家 有几位能够身体力行的信仰爱善的上帝呢? 这里说明一下,阿南德口中的上帝 不是狭隘的专指基督教等或印度国内的任何特定宗教的神 举凡宣扬真善美的 例如我们佛教中的佛菩萨、基督教中的上帝 回教中的阿拉、伊斯兰教中的真主等等 都是我们现在定义的上帝 而又有几位预言家、命理家又能够同时身体力行、慈悲吃素、不杀生呢? 恐怕人吃荤食的占大部分吧 又有几位天下命理家能够看透西方医学的不足 而劝导我们尊重传统古老医学 例如中国中医及印度的阿育废陀生活方式呢? 这些慈爱、朴实的建言 居然是出自于一位去年14岁、今年应该已经15岁的小孩子的口 想想您家15岁、读国中的孩子现在在做什么呢? 可能耐床耐到中午12点才起床吃早餐吧 还是玩线上游戏到三更半夜无法自拔 还是随时顶嘴请他倒个垃圾就一副不耐烦的叛逆子 还是一位认为佛菩萨、上帝都是迷信产物的科学人呢? 阿难得的举凡、敬天信神 这个可以让我们明明中减少再造业力 以及他建议我们提升免疫力 这个可以让我们抵御任何世间疾病 如此阴阳表里均坚固的论点及建言 让我这个大人叹为观止、钦佩不已 不禁问,怎么会有这么一位 及成熟、远见、哲学、医学及神学与医生的小孩子呢? 这若不是神童是什么? 即便他的预言也有误差的时候 但是这也难免 哪位天象或命理学家没发生过呢? 在先前的一些有关预言的影片中 我就有强调过 举番预言、命理、算命、普挂、星座、八字等等 均属于大数法则 因此较低比例的预言失准 是合理现象、可接受的 更何况一再强调 供业中有别业 如果预言全世界时 那么你个人的安然无恙 家宅安详 只是显现你个人的福报绵长而已 恭喜你 但这并不表示 世界或国家整个景况 跟你这个个人同样的风平浪静 好了 一项是印度神童阿南德 在2021年7月18日发表的最新影片 题目是 关于未来几个月的重要讯息 影片中 阿南德提到了第三波疫情 以及关键的时间点 另外 他也再度强调 传统医学在面对 例如新冠肺炎等等疾病时的重要性 以下是其最新影片 原汁原味的中文翻译 今天在这个视频中 我将讨论第三波疫情 以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未来几个月会发生什么 这些事情是如何形成的 明年至2022年4月左右 又会发生什么 火星和土星目前正处于一个相对的位置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在最近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火星和土星对冲是发生在7月中旬 从这个时间开始 世界上发生了很多新事件 你应该知道 这些事情和行星的变化之间是存在某种联系的 尤其是6月21日之后 木星开始逆行 这种影响就变得更加明显了 但我相信 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星象告诉我们 在2022年3到4月左右 还会发生些事情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研究的主题 我将在今天的这个影片中详细讨论这一点 火星和土星在2022年4月形成核像 这被称为是一次伟大的核像 在这之前 我们也曾经经历过一次伟大的核像 也就是发生在2020年12月21日的土木核像 当然 我们看到了之后的事件 很多国家和地区都爆发了新一轮的疫情 这使得死亡人数再创新高 同时也让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接下来一次将发生在 2022年4月左右的火星土星核像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火星和土星已经是处在一个相对的位置 接下来他们就会形成核像 所以说 如果一个国家或者是地区 在今年的6月至11月之间 出现了第三波新冠疫情 那么这一波疫情一定会比第二波新冠疫情温和些 第二 它很有可能会在2022年4月 迎来更大的浪潮 我想重申这一点 如果某个国家的第三波新冠疫情是温和的 那么这个国家可能也会在2022年4月左右 和其他国家一样一起面临更严重的新冠疫情浪潮 而且我们必须注意到 2022年4月将非常充满戏剧性 这也可能会影响接下来的几年 更多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将在另一个影片中讨论 会有一些事情在这个特定的时间里发生 对此 我将制作一个不同的视频 在我看来 你们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些资讯是错误的 我将就此向你们传达一些重要的资讯 比如说 人们为了免受病毒的感染 选择接种疫苗 但是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 现在却迎来了最为严重的新冠疫情 我们不知道疫苗当中还有哪些成分 乌拉圭及其他更多的国家 例如匈牙利就是最好的例子 这两个国家都有最高的疫苗接种率 但是同时他们也拥有最高的新冠制死率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才意识到通过阿玉废陀来增强这个身体免疫力 才是最为重要的方法 同时这也是解决当前危机 以至于未来几年人类困境的唯一的方法 我不支持以打疫苗产生的免疫 我也不支持透过感染而得到免疫 当然这些对于产生免疫力是重要的方式之一 但我不支持 我相信透过阿玉废陀的方式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 这些方法是源于我们古代圣贤的经验 并且有一些科学研究也已经证明 阿玉废陀生活方式和僵黄可以有效地抵御病毒 而人们对于这一点却并不是特别关注 当然对于目前的困境我们不应该害怕 但是我们仍然应该全方位的武装自己 这就包括要去信仰神以及使用阿玉废陀疗法和方法 还有整个阿玉废陀的生活方式 我们要带着积极的态度及至上的信仰 来解决当前或者是未来 我们可能面对的一些危机 比如说我现在给你一些简单的方法 来增强你的免疫系统 有一种草药叫做心叶青牛蛋 最近有几家报纸发表文章说 过量食用心叶青牛蛋会导致肝损伤 但是我要告诉你过度的使用任何物品都会导致肝脏损伤 即使是一种你已经知道的对你身体有好处的草药 若过度食用 它也会在某些方面给你带来一些问题 心叶青牛蛋它已经被流传了数千年 所以适当的使用它是不会给你带来任何问题的 它几乎是完全安全的 但是尽管如此你在使用的时候也应该适量 就像其他的草药一样 因为即使安全无害的草药 若过量食用也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心叶青牛蛋是一种可以用来救命的东西 它可以很好的用于任何病毒性疾病 这一点已经被很好的证明了 同时姜黄可以帮助你减少细胞因子反应 它也是一种非常有用的草药 根据医学研究 细胞因子反应是导致许多新冠患者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 细胞因子反应其实它的本质就是过度免疫 而存在于姜黄当中的姜黄素 恰好可以很好地应对这一点 当然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可以拯救生命的方法 比如经常通风 不要把自己封锁在屋子当中 不过无论我们走到哪里 总会有一种东西让我们窒息 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遭受如此多问题的原因 我相信现在是时候了 让我们都意识到我们是人类 我们需要自然的新鲜空气 我们需要暴露在阳光下 我们需要过着真正的人类的生活 而不是活在囚龙当中 我们也需要开始尊重我们周围的其他生命 包括动物奶牛 以及其他帮助过我们的生物 我们必须要以非暴力的方式 来对待其他的生命 我们要尊重大自然 同时也要利用大自然母亲 给予我们的天然药物 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这一点其实自古以来就有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对它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尊重 在我的观众当中 有一些是来自台湾 或者是中国的其他地区 还有一些是来自东南亚 我希望你们可以更多的去关注 也就是在疾病发生的时候 采用你们当地的传统方法 我相信它会给你带来很多有益的功效 因为这些效果是人们通过几千年来 反复的试验所得到的结果 所以它肯定可以帮助到很多人 而至于那些动不动就质疑 传统医学而不进行适当研究的人 我觉得他们应该多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的脸 在他们对如此精彩的医学系统 直指点点之前 他们真的应该先好好分析一下自己了 这套医学系统经过数世纪的流传和验证 现在交到了我们手里 我相信在它的帮助之下 在未来的几个月里 我们可以解决任何问题 我相信只要我们齐心协力 我们将会无所畏惧